大好庆 在9大22中 有列了不少超级刮剑 那我们来排名一下 这些超级刮剑的 实用强度排名情况吧 Top 1 紫色手套 适合几乎所有模式 无尽禁速必备刮剑 冲牌号榜前50必备 对5G丧生无尽刮鸡阵 能增加攻速 早点出毒物 追击的联赛关模式 5次专配激光斗的 素杀出物 多管齐下 无限虚斗 横扫现金 而且攻击攻速加上 也非常可观 故意 回忆这里 以及追击第五关 就算击败僵尸 都是没法出发交流能量斗的 最强挂剑 实至名归 你打算打这个挂剑吗 非无限竞速 打1到2个完全足够 Top 2 加速脑中 追击最核心的挂剑之一 多管齐下 打追击短程关 必别挂剑 输出不够 数量来凑 量变形成质变 同时非常适配 回忆这里的贝脸 重置冷却 恩恋贝脸 完成阳光任务 屏幕前的你是否以蠢蠢欲动 你准备入手这个关键吗 一般一到两个 完全足够 Top 3 金属弹弓 聚能电池 金属弹弓 满机有加成最高的 攻击属性加成 支配没有其他属性加成的 植物打追击5等关卡 比如轮机草 牛棒等 注意休息时间越长 攻击越高的属性 对不少植物无效 没错 像休息时间长的 比如蓝美金里 为火呼噜 动物效 而且对一次性 发射多个子弹的植物 比如三线 吸金果汁响应一发子弹 至于原因嘛 这很透为 聚能电池 适配山主的最佳挂件 冷却坚固暴力输出 注意就算给山主带紫手手套 把枪式垫成小黑子 都是无法交斗的 现场激光刀效果也不错 没有紫色手套的玩家 推荐拿一到两个就行了 Top 4 红蜡烛 锦游进机棍 牛仔手套 红蜡烛主要是 针对5G机枪打 追击转成关 用完火炬打boss 这类比紫色手套 发挥更出色 注意原神必须要配火炬 不然红蜡烛主没有加成哟 锦游进机棍 本身陕尼属性加成最高 追击技术 缺一些伤害的 可以给仙人掌 或者激光刀的佩戴 但基因功能出现 导致地位下降了一些 牛仔手套 我相信这是评论区 随便挑一个人都有的挂件 板击攻击增益比金克拉高 但一般有任意弹弓 或者紫色手套的 基本上都用不到了 Top 5 强消插虫剂 高剑魔法书 太阳锅盔 纸藤剂 插虫剂仅限有钥匙的玩家 打无尽用用即可 而桑胜主要是有 更加出色的紫色手套 高剑魔法书 仅限无尽竞速的金铝煤 魔法伤害对金铝煤有效 打boss输出更高 打追击boss一般有更好方案 金铝煤不算很吃香 太阳锅盔 纸藤剂一个类型 基本上仅限服务 无尽竞速 狙控阵的前鼠和难关头 情况都能来上 就算是椰子炮 清理障碍物 稍微刷一点家族即可打标 而英明大炮 早就是时代的眼泪了 女王冰冠 注意新手7000指南 达的是第一级的公主冰冠 本身难过得不说 除开回忆剧里的冰龙 没有人靠兵器打输出 而显动呢 是5G挂剑的配置了 家族配置早就起来 回忆剧里早就过了吧 剩其他挂剑不香吗 谁剩他 我削他两年半 最后朱青桌的个表格 进行了一定总结 看得出场用的 都是前四个档次为主 后面两个档次 和前面相比差距非常大 那各位观众们 你们对超级挂剑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上所谓言哟 好的 我是朱青 再回忆剧见